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我们完整性约束中的自增长 那接着呢我们往下来看 来看一下我们下一个约束 那下一个呢我们这个外件这 我们先暂时不讲 等以后呢我们讲到外件的 这一个约束的时候呢 讲到多表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讲这个外件约束 那接着先看下一个 非空 那非空约束呢我们可以通过 not now来实现 not now关键字 那被标志着非空的字段呢 在插入值的时候呢不能有空值 不能有那 而且呢在你标志非空的时候 在插入记录的时候 这个字段一定要给它值 那否则呢就会报错 那默认的如果你没有标志非空呢 默认的是可以为空的 而且默认值就是那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完成网站注册功能的时候 或者说登录功能 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字段 是不是一定要让用户来填写呀 那接着呢这两个字段呢 就可以标志成非空 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 来测试一下非空 not now create一个table 写成一个 if not exist 写成一个test或者user7 那id字段呢 我们选用tinynt或者int 按 无符号的 按send 主件 prime key或者说key auto increment 第二个再来一个user name 为差 20 我可以加上一个not now 代表这个字段一定要有值 而且不能为空值 包括我的密码 password 写成一个差 一般呢我们的密码通过md5加密 得到的长度是一个32尾的字幅串 如果说密码字段一定要有值呢 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not now 再来一个age 写成一个tinynt 无符号的按send 好写完之后 你看到age字段 你没有规定是否为空 所以说默认的值就是一个空值 查看一下表结构 dse一下user7 这时候你会发现 前三个 第一个id字段呢 因为是主件 自动的就禁止为空了 第二个username 你标志了not now 那现在呢 你看到在now这一列 它得到的值 no 不能为空 包括password 你也说一定要给值 那最后age呢 你没有指定 它默认的是可以为空的 默认值呢 也是我们的 not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 像这个表中插入几条记录 insert 表明是user7 接着我指定一下 username必须要给 password必须要给值 那age呢 你第一次可以完全的不给 那id字段呢 我也可以不指定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自增的 而且是主件 那现在我就可以写上一个king 密码呢 也是king 这样一条记录就有了 那age字段呢 你标志了 你没有说它不能为空 所以说我也可以不给它值 这时候你再查询一下 fromuser7 你看到 这两个按照你给的值来显示 而age字段呢 你看到 当你没给值的时候 使用的是它的默认值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not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值 我们再来 给它一个 age king1 写上一个12 给值的时候呢 它就会使用你给我的值来显示 12 这样的一个显示 那接着再来测试一下 username和password 你规定了不能为空 当你说我给空值的时候 你写上一个not not 空值呢 不是零也不是空字符串 就是一个特殊的值 接着你会看到 会报错 column username cannot be not 不能为空 这样的一种形式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非空约束 它的作用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非空也要加上 根据你的需求 像age字段 我不是必填的 那这一块呢 我就可以不用给它一个not not 那学完我们的默认值之后 你会发现 非空一般的会和我们的默认值来使用 好 那这节课主要的讲了我们的这个非空约束 下来之后大家把它测试一下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